听一些宣布正式任命,孙永莎或提拔,陈梦孙永莎无缘,刘国梁没看错,大家好我是詹妹,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平 目前国平各个球员都在分别安排在WTT分支比赛,为了巴黎奥运会也提前进入备战状态,磨练自己的技术 而孙永莎作为女队领头羊,年龄最小的球员,但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绝对的统治力 虽然在冬交运会上遗憾输给陈梦,但是在2023年连续的国际大赛中,孙永莎都表现出顽强的统治力 连续拿下冠军,成为国平女队,独当一面的国平一姐 虽然陈梦在年龄上比孙永莎更大,包括她的经验也更加丰富 但是现在孙永莎凭借自己出色的表现,已经稳坐世界第一的排名位置 包拉了德班视频赛的三个单向大赛冠军 可以说现在已经开启了孙永莎的时代,也把同年龄段的王蔓月远远甩在身后 目前按照孙永莎的成绩来看,无疑是国平独一党的存在 未来国平派谁去参加巴黎奥运会,可以说孙永莎都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 孙永莎也非常的谦逊,多次在夺冠之后,对于外界表示自己 想不断的去提高自己,不断掌球,能够带领国平球员做出更好的榜样 孙永莎在未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,而作为现阶段国平女队的主地球员 国平对于孙永莎也寄予厚望,也希望她能在乒乓球这个领域更快更高的发展 用自她自身的影响力去传播乒乓球 目前孙永莎接到国际奥运会的邀请,成为国际奥林匹克代言人大使 还录制了视频,一起去推广奥林匹克的同时,也推广乒乓球 毫无疑问孙永莎能够备受重用,受到拼协的正式任命,而不是陈梦和王曼玉 足以证明她的影响力和国际奥运会对于孙永莎的认可 孙永莎在场上呢,打好球,在场下一只乐此不彼的身体力行,为乒乓球宣传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,也没有辜负刘国梁的期待 无疑呢,未来孙永莎通过自己不断影响力的扩大,也会成为国平的名片 朋友们就是怎么看呢?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视频呢,再见